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各位投资朋友 大家早安 我是肖川老师 现在时间是7月29号礼拜三 早上的10点钟 今天的盘势 在昨天爆大量出现开高走低之后 目前的盘势呈现一个小跌 指数跌了22点 不過今天盤中最低還跌98點 那當然這個盤 當昨天爆大量之後 台股未來會怎麼去走 那我們今天就依照這個議題 來跟大家去做分析 我記得在一個禮拜之前 我們就有跟各位說過 台股在這個禮拜 你要留意它會有噴出的一個機會 什麼叫做噴出 就是指數用跳空大漲的方式 去出現一個一波到頂的一個跡象 那昨天台北股市爆出3400億的大量 又呈現開高走低的時候 這地方你就要注意了 整個指數在這裡 會不會因為高檔爆大量 而有一波到頂的一個走勢 那我們就來看 到底台北股市未來它會怎麼去走 那我們之前在講噴出特色的時候 我們有跟各位講過 台北股市要留意的就是 當指數在大漲的過程裡面 它一定會伴隨著爆大量的現象 那當你爆出大量 代表說有人在供應籌碼的一個動作 那供應籌碼到現在為止 我們就從整個一些全值的個股裡面來看 當然這波能夠創新高是台積電所帶動的 但是台積電昨天的ADR是跌7% 到目前為止來看的話 昨天台積電爆出16萬張的大量 目前台積電是比較屬於偏下跌 那下跌的幅度是跌13塊左右 不過如果你從成交量來看 今天預估到收盤大概還有10萬張左右 那可見的呢 這地方台積電這個時間點 並沒有讓我們看到一個 比較明顯的一些買盤 當台積電沒有出現買盤的話 那當然台灣50的走勢就不會太強 所以台灣50在這地方 目前來看也是那樣說 沒有一個攻擊的訊號 那至於這個盤 未來我們要觀察的重點 它未來會怎麼去走 昨天我們在盤後的節目裡面 我們有跟各位分析過 台股未來的走勢呢 可能有兩種方式 一種呢就是 當你全持股不強的話 指數就順勢壓回 但是這個壓回呢 並不代表說馬上就走空 比如說壓回的過程裡面 它還會去走區間 它還會去走區間 這是另外一種方式 那另外一種模式呢 它就是維持在一個 比較區間的盤局 那這些呢 不管你是走 這兩種裡面的哪一種 那這地方呢 我們都要預防什麼 這地方會不會 有做頭的一個跡象 這地方會不會有做頭的跡象 那到底呢 這地方我們要怎麼去做研判 其實在研判的過程裡面 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呢就是 美國高科技股 因為在全球股市裡面 這波能夠創歷史新高的 除了台北股市之外 再來就是 美國的高科技股 它創歷史新高 不管是高科技股 或者是費神半導體的指數呢 也是創歷史新高 那我們想一下 如果說高科技股 這地方能夠持續再走高 那當然對台北股市呢 這地方的拉抬 就比較有利 如果美國高科技股 這地方不走高 而且甚至於還偏弱的話 那不用說了 台北股市呢 昨天的高點 就是這一波的一個高點 所以呢 我們就先來研判 整個美國高科技股 未來的動向 呃 我們今天有一張圖表 那這張圖表呢 我們會在 盤中跟盤後的節目裡面 再仔細跟他做解說 因為如果說 從高科技股來看 這波創歷史新高之後 大概有半個月的區間嘛 那費神半導體也是一樣 那這個地方呢 前面的低點如果說是跌破的話 這代表說高科技股 這地方會有一個 呃很明顯的一個 一個月左右的一個頭部的現象 現在高科技股差220點 那費神半導體差64點 所以呢近期啊 如果說高科技股是維持區間的話 那因為他本身的月限的成本 在今天開始呢 就要上揚到這一波的高點 所以未來的月限 如果說你沒有辦法一直創新高 未來的月限會開始呢 從上揚之後呢 開始會下壓 費半的走勢也是一樣 所以呢 這對整個高科技股或費半的走勢呢 會相對不利 所以呢 你要留意的是 台幣股是下一波 會不會出現說 一個比較明顯的一個 一個壓力的話 你就看一下 高科技股跟費半 前面的低點呢 他千萬不可以跌破 這是一個重點 除了這個重點之外呢 再來就是 近期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美元會不會出現跌升反彈的情況 因為他目前的乖離率 已經擴大了 就像之前的乖離率是擴大一樣 如果說美元這地方啊 出現了跌升反彈 立即啦 因為乖離過大 一跌夠深了 所以呢 美元這地方的反彈幅度 會相對比較大 那這地方會對 亞洲匯率就有貶值的壓力 到時候呢 整個外資的一個籌碼 就可能會明顯的 去做匯出的一個動作 所以觀察這兩個重點 就可以留意到 整個台北股市 未來啊 這個地方的整理是強是弱 那目前呢 以台北股市來看 我們在昨天的時候 有跟各位說過 不管你台北股市 是走什麼樣型態的整理型態 這個地方都一定伴隨著什麼 量縮的一個走勢 所以呢 在量縮的格局裡面 在這段格局裡啊 台北股市 當它開始偏區間偏量縮 在高科技股還沒有破前低之前 它會維持一個 一段的時間裡面啊 去走一個區間的盤局 那這盤局呢 會偏向量縮嘛 那既然量縮的話呢 既然你全值股休息 後面就會動中低價的個股 後面會動中低價的個股 可是中低價的個股 可能要注意喔 不要去過度追高 因為如果說 當這地方去走區間 去動中低價的個股的話 那接下來 你就要注意了 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說過 噴出的特色裡面 還有在做優多 那如果說 我們從一萬 一萬兩千點之上 整個台北股市這地方 融資增加的幅度來看的話 將近一百二十幾億 那也就是說 它現在增加的幅度呢 比外資 比投信 比自營商呢 買的還要來得多 所以呢 反而在這段格局裡面 將近差不多預計 在高科技股還沒有破前低之前 預計台北股市在 8月上旬到中旬之前 這段格局裡面 都是動中低價的個股 所以呢 你可以稍微把握一下 中低價一些比較低階的股票 後面的空間會相對比較大 但是呢 當台北股市維持在一個區間盤局 甚至還在走又多的情況之下 而且美國高科技股現在只差兩百點左右 就要破前低了 那我們是建議各位 這地方呢 暫時先稍微縮減一下持股 那個股呢 如果說有上漲的話 慢慢的去調整一下持股 不要在這個位置區啊 買太多的股票 那至於呢 各股以及整個大盤未來的一個更詳細的分析呢 我們在1點鐘的盤中啊 1點鐘快收盤之前 我們再跟大家做一個詳細的解說齁 有任何的問題 也歡迎你在LINE裡面留言或留電話 那我們1點鐘再跟大家去做 後面更詳細的分析 謝謝各位